付老婆会有什么下场 你相信吗 人若坏到底 必有天来收 记得前几年 有一个88年的女士 找我咨询一名婚姻情感 她说呢 孩子才5岁 老公就当着孩子的面 把外边的女人带回来了 下令要我晋升出户 孩子也不要了 所以就来问我这婚要离吗 看完信息之后呀 我就告诉她 你们夫妻的情债已经还完了 所以路不同啊 就走到了人生的分岔点 女士以后的运势呢 是走上坡路的 而且以后男士的运势 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趋势 所以我就建议你说呀 是可以离 你这个男人呢 只会拖累你 而且你后边呢 还有一段很好的缘分 对方长相人品都不错 还很有钱 而你现在的丈夫 后边会有很多烂桃花缠身 你是礼不清的 后来她听了我的建议 前段时间呢 回来跟我汇报 她现在过得很幸福 而且前夫被那个女人 骗走了一套房 事业 生活 心情都是一团糟 所以怎么说呀 因果有轮回 你看苍天 绕过谁 欺负老婆的人啊 时早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 好 想知道你的原费如何 可以找我聊一聊